请收看惠律法师佛学讲座 问曰 如经典所说 六波罗蜜者一名六度 所谓不思慈戒忍入精进禅令 波罗就是智慧了 现在说这个六根精进 明六名就是波罗蜜 何为慧通 这个弱化差化掉 何就是我们为何的何 何为慧通 就是如何为之慧通 就是贯通弃合的意思 通慧就是慧通 何为通慧 如何来贯通 如何来弃合 有六度者其意如何 拿一修六度当镜六根 斗点化掉 这个仙字化差 当镜六根 降六贼 这是一气呵成的 中间不能斗点的 当镜六根 降六贼 就降就是降腐 这个字不能念降 我们应当先清净我们的六根 怎么样清净我们的六根 怎能舍眼贼 因为境界是贼 怎么样 我们离住射境 名为不虚 我们要能够远离这个眼睛所执着的境界 这个贼 我们一执着眼睛所看到的 就会伤害我们的法身会命 所以这个贼字 是到功德法财 不是到这个外在的财富 这个贼字 就是因为会到我们公德 自信的功德法财 我们眼睛一看就执着这个境界 我们的本性全部都消失了 所以说能舍眼贼 所以说我们这一切射境怎么样 就离住射境 离住就是不着 不着一切的射境 一切射境就是只有形象的 看得到的 名为布施 这就是真正的布施了 不是只有拿钱出来 真的布施了 能尽耳贼 一笔深沉 不令众议 在经典里面讲 摩托加斯已经赠阿罗汉国了 结果有一次听到音乐 摩托加斯起舞 开始跳起舞来了 起舞了 开始跳舞 跳舞 所以说徒弟 佛的弟子就问了 说世尊 云河 摩托加斯 正滑 阿罗汉国 闻声起舞 世尊 如果以前 他无量节来对这个音乐特别嗜好 习气 所以本是无心 所以他本身并没有说 他执着这个只是一种习性而已 比如说我喜欢吃茶 你不能说喝茶就是一种错误 有的人 喜欢喝 最大爱念美 就是那个喝那个卖茶 人家喜欢喝那个 但你不能说他不对 所以他听到这个音乐声 就翩翩起舞了 所以说 正阿罗汉国的他还要习气了 何况你反复 他是无心的 那么一笔深沉 不令忠意 这个忠意的变成放纵散乱了 这个摩托加斯 那个无心的 其舞不一样的 名为慈戒 能服鼻贼 等住香臭 自在调柔 不管是香的是臭的 调就是调和 柔就是柔软 名为忍辱 不着这个香味 香味 但是香也看清醒了 有的用那个香 那实在没有办法 很难闻的 香得有一点要呕吐了 所以说 如果我们 降伏鼻贼 那么 这个就是真的忍辱了 能治舌贼 这不是口 口话差 改成蛇 蛇 严格逼蛇生意的蛇字 能治舌贼 就不贪猪味了 那么不贪猪味 那比如说我们 上来喜欢吃这个 什么新鲜的海鲜类的 或者怎么样 为了这个吃 那真是有一套 尖竹炒炸 那多了 味道很多 我们修行的 也煮什么就吃什么 不贪猪味 占用讲说 占用讲说 佛法了 名为精进了 那么能想 这个僧贼 怎么样 遗诸处欲 就是接触了 也接触了 我喜欢睡这个 哎呀 这个很柔软的 什么水床啊 哎呀 比起来 垫什么很柔软的羊毛啊 或者是 这个棉被啊 或者是这个枕头啊 啊这睡得要特别的好啊 特别的好 只是啊 衣服啊 一件那几万块啊 都买得下去 啊 你看那个有钱人呢 那有钱不晓得怎么花 哎 有钱不晓得怎么花 也买衣服买一买 开支票 嗯 一次买了几十万 有了 对不对啊 单单一件狗皮大衣 就多少钱了 不是狗皮大衣了 哎 叫貂皮大衣了 二十万 那就二十万 是不是啊 如果有一种动物 把人呢 抓去杀掉 变成人皮大衣 嗯 所以我们呢 众生呢 着迷这个 啊 触感啊 哎 然后战然不动 战然就是 臣测 清净的样子 这就是真的禅定了 那么能调 异贼啊 就是你这个心呢 能够调服 不顺无名啊 就长修 接会 接就是接照 会就是智慧 名为智慧 六度则 就是运也 六波罗蜜 这比意 就像 就像这个传法 啊 伐的呢 就是比较小的传呢 就是啊 用竹子编造的 能应众生 达以彼岸 顾名六度啊 就像这个传闹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